研究对手提高警惕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明说 今天要说的题目是 美国空军的魔刀石 红旗军演 上个月美国空军一年一斗的红旗演习 再一次拉开威幕 今年的演习背景是解放军发起武力 统一台湾的战争 美国空军介入与台军协同作战 结果是惨败 兰特公司发布的报道说 美国空军近年进行的 与解放军作为对手的演习 无一例外都大败而归 主要原因是美军需要进行全球军力部署 注意力无法集中 而中国军队在家门口作战 在投入的力量 后勤补给和战略纵深这些方面都占有优势 美军对将军的战略战术也了解的不够 武器装备也没有代差的优势 由于美军作战对空军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因此美军实际干涉台海 面临着巨大的战争风险 甚至是无法起身 对于美国人的这种报道 我们根本不要去当真 因为美军平时的演习 结果无一例外的都是失败 而且是大败 眼睛向内找问题 美国人是很认真很细致的 美军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俗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 问题不说不得了 特别是美国空军的红旗演习 是个鼎鼎有名的训练品牌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中国空军的一些战役战术训练品牌 就是向美军学来的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 虽然美国空军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但是空军飞行员的空战素质和作战效能 却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主要原因是美国空军飞行员过分的迷信装备和电子技术 忽视了基本的空战技能 很多美国飞行员竟然不知道如何进行空战格斗 另外空战研究机构 比如说利顿公司他发现 飞行员的最初十次实战任务是关键 多数不信的飞行员都是在这些任务中被击落的 如果飞行员能够安然的读过前十次任务的话 他们在日后取胜和生存的机会也就大幅度提高 于是美国空军下决心 对飞行员的培训过程进行全面改革 建立一个全新的演习机制 使空军飞行员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 体验真实的空中作战的情境 解决多硬头战斗机飞行员战斗能力不全面的问题 1975年4月份 美国空军战术司令部正式宣布走舰红旗演习 利用内利斯基地对经验有限的飞行员进行集中训练 红旗演习就此应运而生 红旗演习每年都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内利斯空军基地举行 将参演的飞机分为红蓝两队进行对抗 大致内容是由来自各地的受训的飞行员 包括美军以及美国的盟国盟友的编程蓝军 与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第414战斗机训练中队充当的红军进行对抗 红军主要是模仿俄制的系统战机 模仿他们的战术以及空中作战动作 让红军作为磨刀石来提高美国空军的空战能力 非常有效 除了空战训练以外 红旗演习还逐渐的发展了空战指挥和控制 空对地突击 电子对抗 预想空情人员搜救等等训练内容 还同步的带动了后勤和装备等地面支援保障的训练 比如说对地攻击训练 美军对相关的靶场进行了改造 添加了很多真实的目标 地面威胁模拟器和评估设备 把大量各剩的军事装备搬进靶场 从地空导弹的模型 防空火炮到坦克集群 甚至还有大型的工业设施 应有今有 还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 和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 建立电子战的靶场 使用地面威胁模拟器 来模仿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体化防空系统 让美国空军的飞机来攻击 并且在偷击结果进行评估 如今的红旗演习 任务更加接近实战 包括空中攻势反制 空中遮断 敌防空网压制 还有C4ISR 也就是指控秦真监系统的综合运用 还有特种作战 电子作战 战术空运与空中加油 还有无人机的使用等等 任务中的美国科莫 环环相扣 完全反映了美国空军 如何计划以执行未来的空中战斗 参与的人员由美国战术空军扩大到美国空军的各个司令部 海军 海军陆战队 以及超过25个盟国或者是盟友的空军 红旗演习呢 有效的解决了和平时期 保持美国空军战斗伦力的问题 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 学习或借鉴 既然美国把我们当敌人嘛 那我们当然也要把美军当靶子 我们要分析它的特点 掌握它的规律 研究对策 准备战斗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